为日早上的甘马加基斯 过期当期基盘不做车吃饭的关系外当 正常为期正来听办 今年夜中心来基盘 这次邀请到早上 由这顶参加的六十民众 总共一千人共同来用餐 希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温暖 当时也让他们到复活的结言 由早上格马可居士 雇办的不做车吃饭外当 是邀请到社民众共同来用餐 当时发现黄包也不足 虽然正常因为夜中听办 但今年夜再次来孤班 希望让到社民众可以感受到社会温暖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佛祖请吃饭停办了两年至三年 我们今年复办 我想办这个活动做好事 不需要讲太多的好话 那么作为佛教徒 我能够有一餐好吃的 我愿意与需要的人一起分享 所以这份工作既是修行的一部分 也是教导身体立行 带领我的信众 一起来行菩萨道 利益众生 这件摇车走在南华丁台湾三国的六十名众 总共一千人正会来用餐 虽然只是车一断饭 但对他们来说 也是让他们期待到希望 对处格马可居士 也将会将这一行活动继续办下去 佛祖请吃饭慈善活动 已经办了二十多年 那么我们会继续办下去 直到永远 当然人不可能永远不老 办到老了 会有年轻的顶上来 再继续 我想虽然说 一年只办了这么一次 但却带给我们 所有若是族群的希望 让他们看到 我们社会 还有许许多多温暖的爱心 在默默地关爱着他们 过去的佛祖请吃饭 只有邀请给邀 今年也更大邀请参加的 便宜好和留学民众 现中也由贵文团 提到永远 由国家的共同为留学 再来温暖 计较郭布衣 这顶哭采安不得